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花室旁边 办那个猫猫狗狗的爱心领养 结果忙碌了一整天下来 大家都疲累不堪 我就到花室里面 去买了一盆香草植物 让所有的爱心妈妈 就这样摸一摸之后再闻一闻 顿时就身心舒畅了 所以在国外就说了 如果你常常接触到 有香气的这种香草植物 会让你的心情都变得很轻松 也变得很快乐 今天我们就要请 我们的园艺达人董淑芬老师 来教我们如何让我们自己 拥有一个浪漫又快乐的 香草花园喔 你看我这样的 在那边吻 好可怕 然后那个淑芬老师说 你好粗暴喔 那爱心你知道 你这样有做过一个实验 就是在一个房子里 放两盆植物 然后一盆 就是两盆一模一样的植物 然后就进来一个人 他就拿着一个武士刀 对着那个植物 啪啪啪啪啪一阵砍发 就像我刚刚是这样叫做这样 给它陷出一杯 陷出一杯 然后他们的那个科学的那个观察 就发现那个植物的那个波动 变得很剧烈 对 然后接下来呢 另外一盆植物在旁边看着嘛 对不对 然后那个人出去 过一会再进来 另外一盆植物 还没被砍伐的那个 只要那个人一进来 那个植物就看见了 坏人来了 坏人来了 它就波动得很严重很厉害 他们就因为这样的实验 他们认为说 事实上植物是有感觉的 好对不起喔 我现在好像跟你沟通 跟你忏悔 对不起 我刚刚不是粗暴 我现在是 我刚刚只是说 我这样子 可不可以把你的香味勾引出来 结果我不小心 对不起 我亲一下 你知道吗 我这一亲 它波动得更严重了 因为他说拜托阿嬷 你不要把我浸了 好了 这个实在是在 今天就是说 用香草植物来做一些 让你开心的小点心 对不对 其实香草植物 我觉得它就是需要经过 像刚艾珍说的这样振动 轻轻的摸一摸 它的香味是要经过触摸 或者是振动 它就会释放它的香味 这是真的 因为这是一个能量的交换 所以我们要做点心 对不对 我们来做点心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跟调味料好不好 这个是绿薄荷 薄荷千层酥 材料有薄荷90到100叶 起酥皮三片 蛋一颗 砂糖一大匙 奶油起司夹心饼 材料有奶油起司300克 饼干十片 蔓越莓半碗 核桃一大匙 香蜂草三十叶 这个是不符合 这是用绿薄荷 绿薄荷就是这个吗 如果你的薄荷 长到像这么茂盛 事实上你不能不管它 如果你不收成它 反而容易生病或是虚弱 因为花盆的土壤有限 所以我们不可能 让植物无限制的长大 就是你要适度的修剪 修剪完之后 你要记得要施肥 因为薄荷很重肥 又很重水 很多人都以为说 薄荷不需要日照 其实不是 它只是人忍受 事实上光线多一点 对它是有好处的 所以光线多也够 水分也够 就是肥料不够 肥料不够 还有一个原因 薄荷每年一定要重新换盆 如果你没帮它换土 换盆 你一直在那个盆子里面 就算你跟它施肥 它也是长不好 最好能重新繁殖 我觉得会比较好 重新繁殖 重新繁殖 要拿剪刀吗 对 拿剪刀 剪哪里 我们要剪老 稍微老 有点那个剪长一点 就是你修剪薄荷 你不要手软 剪下这么长的一支薄荷 我们要重新扦插 不要这么长去插 再剪掉 不要这么长 可是如果我们再擦 你的意思是说 剪是从底下剪 但是擦枝用是用上头的 比如像这些叶子都不要了 这个我们可以等一下拿来料理 好 把它留下来 我们擦枝不要留那么多叶子 大的栽料 留一点小的 只要留两到四枚 这样就可以了 擦到新的培养土里面 你不要只擦一支 你多擦几支 擦个五六支 让它繁殖 它再重新长出来 就会很漂亮 就会跟你刚买回来的时候一样 一年做一次 不然你的盆子的薄荷就越来越丑 OK 平常可以用这个方法 繁殖一些送给你的朋友 是哦 对 不要自己独享 我们刚刚说 我们已经种得很茂盛 我们一定要收成 收成你除了泡薄荷茶之外 其实你可以做一个小点心 材料的话你要用起酥皮 起酥皮在超市里面就有的买 现成的 现成的 对 就可以买 鸡蛋是因为等一下 让它可以黏起来 让它比较有黏合的感觉 对不对 我想泡薄荷茶来喝 可以了 对不对 像这种嫩叶 对 冷泡的话浸在里面 薄荷的精油油包就会破裂 然后它的香味 会释放在茶里面 茶里面 喝起来就有香香的味道 这是冷泡 这叫冷泡法 另外一种是热泡 你也可以用饮水机的水 大概85度 可是一下子就没味道了 所以像夏天 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凉水瓶里面 你也可以放在宝特瓶的水里面 然后冰在冰箱 隔天早上喝也会很香 又可以带出门 一整天喝到是有混合香味 可以多泡几种口味 对 就是你有种什么香草 都可以剪个一两支泡下去 好 你要做这个薄荷焦糖酥的时候 你这个蛋液要把它刷在酥皮上 平均 对 平均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用砂糖 还要加糖 对 这样甜甜的吃起来才好吃 焦糖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砂糖经过高温烘烤 产生焦化 然后跟薄荷的香气融合在一起 所以说你看酥皮 它本来就比较会油一点 对 然后蛋液只是让它粘合 糖也会感觉上腻 如果你这个时候 加上薄荷下去它会综合 会很香 综合那个油腻感对不对 对 而且这个糖 因为这是属于甜点部分 我糖我不会小气 因为我觉得甜点就是要像甜点 如果你剪太多糖 然后你吃多一点 事实上那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我宁可吃一个比较够味的 但我只要吃一点点就好了 对不起再擦个嘴 像这样如果说你说要用繁殖法 像我这样我可不可以先泡在 像你这样泡玻璃杯里面 你如果今天没空剪下来 然后你明天才有空 你可以心血12小时 有时候你继续擦在水里会长根 再移植到盆里面 可是那种方法的话 长出来的薄荷会比较虚弱 所以我比较不建议这样 我建议是 直接 对 吸完水之后你就去扦插了 不要泡在这里长根一段时间 再移到土里 那都会虚弱 就是体质先天不好是不是 因为水里没什么养分 它根长出来 就是没有办法吸收到营养 是 我们刚刚取下来的叶片 我们就可以把它排在这里 大片更棒 刚才我们不是剪很多枝条吗 是啊 可是我们只要顶端对不对 对 下面的叶子我们就把它泡茶 或是做料理 说的也是 这样都不会浪费 就让它再生 像刚刚这个部分 你刚刚在讲说 底下这个部分不要扦插了 但是像有些叶子 像这被虫咬了 被虫咬好棒 其实香草类还是有虫害 并不是像大家想的 虫害地 不管你种什么东西 你有时候就是会遇到虫害 那你怎么处理香草的虫害 如果看得见虫的话 大概都是毛毛虫类的 毛毛虫就把它夹走 把它夹掉 但是有一种像牙虫 是很小的 我看不见 对 聚集在顶端 那种的话 你就只好把那一个枝条 染病的枝条 整只剪下来抛弃 不要它了 对 就不要它了 我们都可以在老花眼镜看 对 所以其实我用的方法是 我根本就不管它 你随便乱长 随便它 有什么没虫物不管它 如果你的土壤 跟你的栽培环境是很健康 事实上虫害都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不会那个 它们会自己去取得平衡 你根本不用费心 其实也是 大自然哪里没有虫害 对 他没有虫 谁去管它 他会自己想办法 自己照顾自己 然后还要照顾人类 对 还要提供食物对 我们把这个薄荷叶一定要叠得 叠多一点 对 不要太松 我觉得薄荷夹多一点 比较香 好棒喔 这样子薄荷就有销路了 然后尾巴不要铺 因为等一下要黏起来 如果尾巴铺的话 等一下会黏不住 这一位小姐 你好海派喔 其实这样我在做的时候 我都很澎湃 因为我的这个叶子真的多了 用不完了 根本就不用小气 然后我们这个酥皮 不是会有附一张纸吗 有 好 纸你就是 等一下你把它压下去之后 这样叠起来 然后你再把这个纸掀开一点点 我这小朋友一定超喜欢吃的 你在做这道点心的时候 你的酥皮不能硬邦邦的 从冷冻裤拿出来 会没办法折 会断掉 稍微让它软一点 你要放软 可是也不能太软 太软你等一下很难 对 你会很难折 就会黏在你的手上 大概真的给你做 好 然后你就把它卷起来 卷成像蛋卷一样 把它卷起来 有时候我会做很多 然后不会马上烤 那怎么办 把它冷冻起来 想吃的时候再烤 你可以一次多做一点 可是也不能放好几个月 或放半年 是 多何月就会黑掉 如果说像 譬如说有活动 或者明天有派对 可以先做 就是小朋友的派对 你可以前两三天 都先把它做起来 就这样连纸吗 这样卷起来 对 连纸一起卷起来 但是纸没有卷在里面 只是要放在外面 我只有一边弄 一边弄一边脱开 像你这么豪迈 把它包起来 不知道原来 你可以放那么多 当然 綠薄荷是我们经过 漫长的研究里面 唯一对人类没有副作用的 它可以大量食用 有些有吗 绿薄荷跟胡椒薄荷 这两种 薄荷有很多种 对不对 薄荷有 可能有一千 一两千种 它的便利种 所以在花式我们有看到 什么各式各样 什么巧克力薄荷 对 水薄荷 普列薄荷 对 不是每一种薄荷 都可以这样子大量的使用 或是长期大量的使用 但是绿薄荷跟胡椒薄荷 这两种可以 因为它们是从早期 很久以前 就一直人类都在使用它 它算是比较安全的 它算是比较古老的薄荷 对 像刚刚你讲的那些什么 它是 便宜种或是商业品种 就是重新培养出来 新的品种 因为很新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它对我们 会有什么影响 我先摸你这个薄荷好老 它好硬 它其实不是很老 它是在阳光充足 它很强壮 肥料充足的地方生长 所以它的香味会很浓 它的整个叶子是很 感觉上很臭用 可是它一点都不会老 它是很营养很强壮 其实你栽培香草 像薄荷类 如果你的光线不足 它是所有的香草里面 最能忍受日照不足的 但是如果你日照不足 种出来的香草 香味都会比较淡 没有那么香 是 所以说现在首先就学会到 有舍才有得 你要把它 放心大胆地给它 咬下去 而且我觉得说 有时候我们在栽种植物的时候 尤其都市的人 都比较容易焦虑 然后感觉到 因为又去上班 生活都比较紧张忙碌 我是觉得说 可能你的栽培空间 也许没有办法你想得那么好 可以像人家的农场那么好 可是我觉得说 也不要放弃 从事这个园艺的乐趣 虽然有的时候真的不小心 可能植物买回来真的种死了 可是我觉得说 这个都没有关系 你就想像说 你买回来是消耗品 它陪伴你一段时间 不要因为说 我可能光线不足 然后我可能 今生都跟所有的植物都无缘 我们很带人的讲 有说好喜欢 可是我不要带回去 我都把它种死掉 可是你想你买鲜花 回来擦 还不是一个礼拜就要换新的 是 你买一个盆在至少有一个月吧 我们从 大家从这上面看 就知道 这两个人的个性 是 这两个人个性 太不一样了 你看 书芬老师慢调思理 摆得整整齐齐 要再拿布呢 就是这样 你看 就像这样 把把把把 丢下去 圆异療法里面 我们都希望说 它就是可以 因为没有什么好紧张的 而且其实书芬老师做错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一直顾着跟你聊天 我忘记撒砂糖了 再把它撒上去可以吗 但是也不要因为这件事情 就有焦虑 会觉得自己怎么那么菜 好 后面再撒上去 也是可以 所以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 一定得非要这样或是那样 对嘛 你这样讲就对了 这也不一定要摆像 你这么整齐啊 就是啊 所以不要因为这样 就觉得没有成就感 是 我的时代 对 你的时代 你开心 这就是我的风格 我觉得说肯定自己 我觉得这很重要 而且其实烤起来意思 都是一样 也不会因为排这样 就不好吃 我最喜欢听你这样讲 好 我们透过这些活动 然后让它 开心 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这个就是 圆艺疗法 我们用这样子的植物做成食物 过程来开心 其实我觉得疗法这件东西 也没有那么神秘 应该说我们在设计 所谓的疗法 跟圆艺活动的差别 就是在于说 如果我们今天设定 它是一个圆艺的疗法 我们就会有一些目标 譬如说像 譬如说万一我今天遇到 是一个比较不合群的人 他没有朋友 我希望是建立他有朋友 我就会设计一些团体活动的东西 譬如说一起来做这个东西 我跟你一起做 一个小组共同完成 对 然后就会跟人有互动 对不对 就是我会设计 适合他的课程 然后让他在这个课程里面 达到我要的目标 可能是跟人际的互动 或是因为他不喜欢动 我就设计 他必须走到某一个地方 去做一些事情 就会有肢体的活动 对 然后有一些没耐心的 我们就会设计这种 让他必须耐一下性质 慢慢的做 我 我要去上 有一些 譬如说肢体比较差 譬如他的小肌肉 像有一些 像脑性麻痹的 或是智能发展比较迟缓 他可能动作比较慢 我们就会设计一些 可以让他重复重复操作的 圆艺类的课程 让他来进行操作 对 像他一片一片的拔叶子 一片一片的拔叶子 所以其实他没有什么神秘 他只是因为我们是针对他需要的部分去设计 适合他的课程 然后来达到目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圆艺疗法 好 像现在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说要过两三天才用 就是把它卷好用纸包住 然后放在冷冻 可以用保鲜盒 要先包起来 放在袋子里或是保鲜盒 然后就冷冻 冷冻 然后要用的时候拿出来直接切 都不要解冻 其实解冻之后很难切 因为会很软 还不要烤哦 我们要先 先切才再烤 对 一个这个酥皮 我们可以切成八等份 就是从中间切下去之后 然后这边切四份 一半、一半、再一半 这样子 一半、一半、再一半 就一个酥皮卷 可以做八个小点心 然后那烤盘给你 好 烤盘要铺上油脂 因为焦糖烤高温烤了之后 它会黏底 它会黏住 如果你没有铺上这种烤纸的话 你等一下会拿不上来 所以这个一定要 所以我们一定要放这个烤纸 然后把这个卷的地方朝上 然后烤口的这个地方 如果它没有黏得很好 在烤的当中 容易爆开来 所以你可以稍微把它捏紧一下 就是这个黏合的地方 是因为蛋液涂得不够吗 有的时候是因为它本身很油 所以你可以 如果你很在意那个形状的话 但是如果不在意 所以有点跑出来 我觉得也没什么关系 就跑出来算 它也有它的可爱 也是 好 如果没有 就稍微捏一下 对 然后它爆爆的 就把它捏一下 对 然后你排的时候一定要间隔 因为现在看起来虽然很小 烤起来是一倍大 会大上一倍 真的 所以你一定要保持间隔 好可爱 这样已经好可爱了 好可爱 不得了了 好 那个再让你切 我来帮你排 还有一份 对 这一个烤盘大概都卷三条 就差不多 因为三条的话就24个 酥皮 这么大一个烤盘只要这样 对 看起来很少对不对 等一下烤起来就好大 就蓬起来 对 酥皮浓汤你看表面多蓬 然后你烤箱的话 你要预热大概200到250度 因为我们这边只是参烤局 每一个人的烤箱不同 所以就算我告诉你说15分钟 或是20分钟 也是不一定的 有可能会多个5分钟 少个5分钟 不一定 总之烤东西 一定要待在旁边 来看 心无旁骛 绝对不能想要做两件事 这个康康的 这还可以穿透过去 等一下会放在 这个康康是我更的 烤起来通通都一定都会很漂亮 因为失败 给你保证 好 那我们就进烤箱了 好 来 烤15到20分钟 大概10分钟之后 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烤15到20分钟 15分钟看一下 看一眼 好 他们在烤的时候 还有一个香草要做什么 对 这个是香蜂草 我们来做奶油起司的 这个是宴慧小点心 这不用烤了 完全不用烤 用奶油起司 奶油起司 奶油起司不是奶油 奶油起司 其实是我们做起司蛋糕的 起司的 对 虽然它叫起司 事实上它跟起司 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它纯粹是奶油去分离出来 好 它比较没有那么油 如果你做这一个点心 你除了奶油起司 我觉得可以放半杯优格 把它调和一下 对 你可以放优格 但不能放太多 原味优格 原味的 原味优格 如果你优格放太多 到时候反而黏不起来 太稀了 对 然后我们这里会用这个 艾珍你帮我切这个核桃 它是烤过 切碎碎的 切碎碎 然后这个是 蔓越莓 把它要混合 对 然后这个 我这一道用的是香蜂草 用香蜂草来用 香蜂草要只要取下叶子 如果你要洗它 你一定要把你的香蜂草 弄得很干 要不然你的奶油起司 会很容易坏掉 它才能够存放 它要不然会发霉 而且你这个的话 就不能像刚才一次做那么多 因为香蜂草很容易氧化 一次只做 你要用的量 好 来 把它放进来 都放进来 这个里面 因为我们的糖分已经够了 我们有这个蔓越莓 如果你想要甜一点 还可以放其他的 我们就不在这里面加糖什么 我们都不加 都不要加 对 就是这样 然后把它拌均匀 这个就可以吃了 直接就可以吃了 还没有 对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把它 铺在饼干上 我是把它卷成小饼干这样子 你看 我在这边 这个就是像你做 那个什么 冷冻饼干 冷冻面团一样 你现在把它调匀之后 对 然后我们会用 壽司的竹卷 然后把它铺在油脂上面 如果你没有油脂的话 用保鲜膜也可以 然后把它卷成圆的 好 这样子就漂亮 然后我们会准备这个 这个夹心的 做夹心的 小快一点 因为小快一点 一口 一口吃掉它 我的是这样子 那我的是这样子 香蜂茶的叶子 再来 辣的夹里面 装饰在上面 小的做外面 对 所以这个已经可以吃了 对 这已经可以吃了 我们就来享受一下 我来把这个切 香草茶 配香草小点心 好 奶油起司夹心饼 做法是核桃切碎备用 将奶油起司放软 拌入蔓越莓香蜂草叶 核桃再用油脂包成圆筒状 放入冰箱冷冻 食用的时候 取出切成小块 放在饼干上面 再放上一叶的香蜂草 风味更佳 薄荷千层酥 做法是 将蛋打散 刷在酥皮上面 再撒上砂糖 并且铺满薄荷叶后卷起 再切成八等份 接着烤盘铺上油脂 放上酥皮 送进烤箱中以220度 烤15分钟至酥脆就可以了 來 喝香草茶 好 热红茶 然後再丢两片 加一片薄荷叶 或是香蜂草 很合對不對 很合 其實 不一定是一定要這兩樣 紅茶沖下去之後 我們再把香草 隨後再放下去 這樣溫度才不會太高 如果溫度太高 香草下去就黑了 對 容易看起來 視覺上比較沒那麼漂亮 稍微讓它溫一點點 這個咬下去 可以吃到裡面很多的餡料 對不對 裡面紅色的是 我們剛剛放的蔓越莓 但也不是一定要蔓越莓 我覺得像藍莓或是葡萄乾 那堅果 你也不一定要放核桃 你有什麼都可以放 松子也不錯 香氣好棒 對 就是裡面你放的 新鮮的香草在裡面 基本上也有去油解膩 這個也是要一口吃下去嗎 它裡面捲了這麼多的薄荷 對不對 然後 好吃到焦糖 就是焦糖的感覺 你放那麼多的薄荷 可是這樣一烤完 你沒有不覺得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這種小點心 它又達到了這個 原意療癒的效果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自己在家裡面 從開始種香草開始 對 然後再把它發揮 好茶 做點心 讚 謝謝老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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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